已读不回的恋人钟成汉与蔡黄乳拍亲热戏护装镇定!豆花妹笑说害羞吗? 还是三立周日偶像剧已读不回的恋人钟成汉与蔡黄乳、豆花妹,在剧中两人感情终于展开甜蜜的粉红泡泡,这对情侣像在感尽度,本周剧情天雷沟动地火,其热床戏终于上场,而这场山形戏不是只有亲亲、蔡黄乳、豆花妹 说观众不是说他们每次要亲不亲的十足的掉胃口,这次就让大家感受一下货辣场面来满足大家罗、钟成汉和蔡黄乳、豆花妹,从亲吻到鸭床的激情远出,感觉默契十足 钟成汉表示拍戏只要有亲热戏都会先和女主角讨论会做什么动作,身体戏不会触碰到哪儿,都会先说清楚,表示这是个人习惯,因为会怕女生和自己都会先觉得尴尬不好意思,这样大家拍起来反而会紧张。 不过钟成汉与蔡黄乳、豆花妹,都互表大家默契好,都会先协调怎样走位,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节奏,蔡黄乳、豆花妹,说剧中角色在床戏方面要表现得很稚嫩,所以她笑自己拍摄起来都觉得自己笨笨的,而蔡黄乳、豆花妹,知道钟成汉不爱吃甜食,但还是硬塞水果口味口香糖给她。 钟成汉也笑说拍亲热戏两人不停热闻又要有亲热动作,说不紧张是不可能,蔡黄乳、豆花妹,觉得钟成汉很绅士,不会让自己感觉不舒服, 但有一场她要跨坐在男生身上的画面,蔡黄乳、豆花妹,怎样都觉得自己很呆,他们平时在拍戏现场虽然会打来打去。 但拍亲热戏还是会不好意思,钟成汉说只要导演一盘卡双方就快半开,都会先装镇定,蔡黄乳、豆花妹,也表示拍完现场都静悄悄,让她更害羞。 以前两人都会一起看拍摄结果,但这场亲热戏结束两人都互闪,不好意思看对方,蔡黄乳、豆花妹,笑说,拍这场戏时我便跑,我也没有特别因此控制饮食节日,重点护纹肌肤挺害羞的,不过感觉钟成汉腰里还不错,哈哈。 感谢观看